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过无数次 但总能把他骗走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陆宁还是丢下了我 我失忆了 在葬礼结束后 去找陆宁的路上出了车祸 我忘记了所有和他相关的一切 后来 他哭着求我原谅 可是我永远不会再爱他了 好痛 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好像被猛烈地撞击 痛感无限放大 让我有一些喘不上气 我猛地睁开眼睛 大口地喘着气 妈妈见我醒来 忙走到我身边抱住我 哭着断断续续地说不出话 小姨见我妈哭得厉害 扶住她的肩膀 想要安慰她 可自己也忍不住落泪 这算怎么个事 我们家好歹也养了陆宁这么久 她怎么能在葬礼上为了外人跑开 要不是为了找她 阿然怎么会出车祸 陆宁那丫头 实在是白眼狼 还好阿然醒来了 不然我绝对不会饶了她 等等 陆宁是谁 我们家养了陆宁这么久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 妈妈看见我有些迷茫的眼睛 又是一惊 关切地问道 阿然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你不要吓妈妈呀 小姨急得赶忙去找医生 医生很快赶了过来 给我做了全身检查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我的头因为撞到了地面受到了损伤 在医学上就要选择性失忆症 什么时候能想起来就要看个人了 我看着妈妈和小姨依旧哭得伤心的脸 抬手擦了擦他们的眼泪 还好我忘记得不多 没把爸爸妈妈和小姨忘记 妈妈让我再休息一会 他们去给我买饭 我躺在病床上 想起医生说的选择性失忆 可是我记得很多事情 好像只忘记了陆宁 为什么唯独忘记了这个人 也许是他对我根本不重要吧 我记得我是在爸爸的葬礼结束后 独自离开的路上出的车祸 但是为什么会独自离开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不过大脑都让我忘了 索性我就不想了 这些天妈妈和小姨都在照顾我 但是爸爸的葬礼也才刚结束 妈妈操心完葬礼又要操心我 让我有些愧疚 便提出了回家休养 在出院那天 传说中的陆宁来了 是被小姨压着过来的 从她进入病房 我就看到了她脸上的不耐烦 陆宁 你要是念在乔家阳你的恩情 你就跟阿然道歉 并且保证再也不和那个叫什么 顾天宇的在一起了 顾天宇 又是谁 妈妈拉着愤愤不平的小姨 你给他们俩点单独的相处空间吧 或许里面有误会呢 看得出来 妈妈还是对陆宁有感情的 都舍不得责骂她 妈妈把小姨拽了出去 给了我们单独相处的空间 陆宁本来就有些不耐烦 现在看到病房里只有我 表情更加明显了 陆宇然 你的手段可真多 这次是什么 装失忆 还是选择性失忆 这你都能想得出来 小说看多了吧 听着陆宁一大串 喋喋不休的嘲讽 我原本就不舒服的脑袋 又有些晕了 这人好吵啊 真的是我们家养出来的人嘛 一点教养都没有 这么讨厌 陆宁见我不说话 继续用着刺耳的声音吵着 你知不知道 天宇当时都发烧到四十度了 爸的葬礼都快结束了 我不能走吗 死人重要还是活人重要 听到陆宁说出这句大逆不道的话 我顿时来了气 压低了声音 抬眼警告着开口 陆小姐 你也知道那是爸的葬礼 既然我们家养你长大 那你就该知道养育真大过天 你应该尊敬他 陆宁似乎被我这个眼神吓到 有一阵子没有说话 但是等他缓了过来 又出现那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我对爸爸够尊敬了 不然也不会看待他的面子上和你订婚 我面无表情 我们还没有订婚 这是妈妈跟我说的 我和陆宁确实是要订婚的 可是在订婚前 我的父亲出事了 我们家原本过着富裕的生活 只是没有想到 在不久公司出事 父亲借了高利贷却还不上 最后只得拍卖公司还了贷款 我以为还完贷款后 我们的生活就会回归平常 可是在还完贷款的那天 爸爸他跳楼了 所以我和陆宁还没有订婚 陆宁没有想到 我会说这句话 但是他也没有反驳 只是哼了一声 你果然没有失忆 还在这桩可怜 让我被小姨骂 天宇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心机男 我实在不想和这个 蛮不讲理的女人浪费口舌 我耍什么心机了 还没有他一半多呢 陆宁句句不离这个顾天宇 我顺着他的话说道 你一直在提天宇 你怎么不去找他 在我这浪费什么时间 陆宁听到我的话有些震惊 睁大了眼睛问道 你让我去找顾天宇 我点了点头 说得诚恳 是啊 他不是生病了吗 你快去照顾他吧 陆宁用着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好像确认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才说道 你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是天宇也在这个医院 不然我才不会被小姨压过来呢 我有些好笑 她是在挽回自己的面子吗 我压根不在意的开口 嗯嗯 那你快去照顾你的天宇吧 这女人一直在这吵吵 害得我连想睡觉都不行 真讨厌 见我强硬 陆宁倒是软了下来 走上前想要碰我的手 可是却被我一把甩开 刚刚感觉到陆宁的手 我的心脏猛得一抽 只要是陆宁靠近我 我就难受 我猜 这是身体 在警告我 不要和这个人有什么接触 陆宁扑了空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陆宇然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想分手吗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陆宁 你现在难道不是和顾天宇在一起吗 咱俩这还不算分手啊 都这样了 陆宁还觉得我是他男朋友 那我是真搞不懂他的脑回路了 陆宁难得地收起了 他那副不耐烦的神情 和我解释道 我没有和顾天宇在一起 顾天宇就是我男闺蜜 他身边就我一个人 他出来要说我不能不管 男闺蜜 别搞笑了 男女之间或许有蠢有义 但绝对不是陆宁和顾天宇 见我还是那么强硬 陆宁开始苦口婆心地讲着道理 阿然 你别闹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爸爸去世难过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而且爸爸去世前 还让我们好好的在一起 这是他的遗愿 我听陆宁提起爸爸 就气不打一处来 冷着脸压低声音道 如果爸爸知道 你在他的葬礼上跑了 还大言不惭地跑来说这些话 一定会后悔当初收养了你 这里最没有资格提起爸爸的 就是陆宁 小姨说 爸爸带陆宁很好 完全是当亲生女儿一样 在养 可是她捧出来的公主 却丝毫不在乎她 竟然能干出 在爸爸的葬礼上跑路这种事 想到这 我就气 气自己以前 怎么就爱这种人 爱得死心塌地的 还为了找她出了车祸 不过因祸得福 我忘记了和她有关的一切 包括她的顾天宇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陆宁的语气像是在哄着我 阿然 我就当你说的都是气话 等我们的手下期过了 我们就结婚好吗 哦 这次不订婚 改成直接结婚了 我无语 你跟顾天宇结婚去好吗 陆宁没有反应过来 还以为我是答应了她 下意识地回答 好 等到她反应过来 才睁大了眼睛 你现在要推我走 还没等我说话 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陆宁接了电话 背过身去 小声讲了一些话 我依稀能听出 对方是个男人 她很快挂了电话 看着我说道 你先休息 我去看看天宇怎么样了 等你气消了 我再来找你好好聊聊 我躺在床上 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迟迟没有回过身 倒不是留念 就是为死去的爸爸 为以前的自己不值 陆宁似乎走得不是很顺利 外面传来了小姨的怒马 陆宁 你就是个白眼狼 亏我们都把你当自家孩子一样 养了这么久 狗还知道像是主人呢 你现在居然还想去找那死男人 小姨骂得很难听 但是我却意外地觉得解气 外面吵吵闹闹的 过了好一阵子 才终于回归了安静 妈妈推开门 看我已经躺在了床上 但还睁着眼睛 小声地试探 安然 你还好吗 我还好吗 我可太好了 陆宁终于不在我面前吵吵了 希望他能和那个顾天宇 能在一起一辈子 别来烦我 爸爸虽然去世了 但是还完高利贷后 还给我们留了些钱 再加上陆家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钱不在了 但是人脉还在 在医院的这些天 我联系了不少爸爸的老友 他们愿意给我帮助 让我能够重新启动公司 我的伤确实也不算太重 除了脑子丢了块记忆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没有在医院待很久 出院那天 我在楼下遇到了陆宁 和他句句不离的顾天宇 顾天宇确实长了一副 很想让人关心的脸 清秀的脸上 带着些苍白的病态 我要是女生 也想关心她 但我想不起陆宁 也想不起顾天宇 所以他们对我来说 就是陌生人 陌生人 就是没有必要打招呼的存在 我无视他们 静止走了过去 陆宇然 你站住 我的身后 传来了陆宁命令的声音 爱然哥 嗨嗨 这是顾天宇虚弱的声音 我原本不想搭理 连听到他们声音都没有回头 可是这两个人 很明显不想放过我 竟然直接走到了我的面前 拦住了我的去路 陆宇然 我和你说话 没有听见吗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看着陆宁 好像因为我没有理他 很气愤的表情 有些不知所以 这人不是前几天 还巴不得见不到我 现在怎么又主动拦我 我有些无奈 你是叫陆宁对吧 你说我都不认识你了 你还喊我干嘛 顾天宇听到我这话 似乎有点震惊 带着些关怀道 阿然哥 原来小宁说 你失业了是真的 对不起 要不是我突然生病 你也不会对他说着 还愧疚地红了眼眶 惹得陆宁一阵心疼 陆宁安抚道 天宇 这怎么能怪你 阿然出这种事情 也不是你能想到的 我听到陆宁和顾天宇 喊我阿然 恶心地想吐 什么牛马 都能喊我小明了 关于顾天宇和陆宁 小姨东扯西扯地跟我说了些 我大概了解了一些 我父亲善良 经常资助学生读书 顾天宇就是其中一个 顾天宇考上大学的第一件事 就给我父亲写信 长篇大论地表达感谢 让我父亲好一阵感动 立刻就派人 将他接了过来住在了我家 我们俩虽然生长环境不同 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我对他 也像对弟弟一样 陆宁也是 对他极好 我以为他和我一样 把顾天宇当弟弟 但是我没有想到 陆宁对顾天宇 已经好到 可以无数次 为他丢下身为男朋友的我了 小姨还说 陆宁的亲生父母 已经找到了 家里也很有钱 就算陆家不破产 他也不需要倚靠陆家 更何况 现在陆家破产 他当然不管陆家 只想要回到自家 去当千金小姐 听小姨说到这 其实我没有什么波澜 毕竟我是真的忘了陆宁 如果硬说有什么波澜 那就是生气 气自己以前真是个傻叉 当个舔狗 结果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陆宁见我不说话 又紧接着说道 陆宇然 你也别针对天宇 要不是突然生病 怎么会缺席爸的葬礼 我冷笑一声 我现在还要感谢他呢 要是爸看见你俩 走得不安生 当然 还有让我忘记了陆宁 你陆宁被我气得 有些收上来话 倒是顾天宇上前 又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安然哥 我知道你现在说 这些气话是还在怪我 你放心 等我好了就回老家 你和小宁 以后一定要好好的 我看着顾天宇 神色有些纠结 我真的很想挽留他 能不能不走 只有你不走陆宁 才会和你在一起 而不是来纠缠我 陆宁很心疼 天宇 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离开山区 怎么能回去呢 说完 他又抬眼看着我 带着怨气说道 陆宇然 你知道天宇在这边 只有我了 你这样赶他走 他这些年的心血 就白费了 不是 谁要赶他走了 我怕被误解 赶快解释 天宇你可千万别走 留在这里陪着陆宁吧 他舍不得你 顾天宇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欣喜 可是陆宁 却没有我想象中的 那样开心 反而有一些挂不住面子 看着我怒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刚想要解释 我这就是字面意思 可是顾天宇却咳嗽了起来 像是林黛玉一样 虚弱地说道 安然哥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这种气话 会让小宁伤心的 陆宁翻了我一眼 陆宇然 你果然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 天宇才刚刚好转一些 他要是再出事 我和你没完 那可千万不能出事 我和陆宁还是早点玩了吧 于是我礼貌地 招手喊住了路过的医生 拜托他帮忙看一下 顾天宇有没有事 做完这件事 趁着他们在检查的功夫 我提着行李离开了医院 世界终于安静了 回到妈妈新租的房子 我一眼便看到爸爸的遗照 挂在家里 爸爸遗照的 旁边还有一张全家符 上面还有陆宁 我跪在一照前 朝着爸爸磕三个响头 随后起身将全家符拿了下来 别让不相关的人 出现在我们家里 妈妈听到我说话 又有些感伤 小宁那丫头 我们一家都是真心带他的呀 他怎么能这样 如果不是你爸爸他捡回家 他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是啊 有些人天生就是白眼狼 怎么对他好都没用 妈妈见我已经忘记 和陆宁相关的一切 也并不想提起 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擦了擦眼泪 问 阿然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我一边剪下了照片上的陆宁 一边说道 爸留了钱 那些叔叔也愿意入股 我想先看看开一个工作室 说完 新的全家符也被我弄好了 我看着一家三口的全家符 将照片放在了一照的旁边 妈妈牵着我的手 看着爸爸说道 阿然 妈妈相信你 我刚刚跟妈妈一起将新家收拾完 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 妈妈在卧室里喊道 阿然 你去开门 可能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我应了一声 走到门外开了门 但是门外站着的不是快递小哥 而是我的好哥们宋嘉义 宋嘉义看到我开了门 二话没说 给我个熊抱 我也伸出手回报 宋嘉义的声音带着些歉意 抱歉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 来晚了 她听说 我现在失忆忘记了陆宁 并将我们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 我和宋嘉义 从小学就开始玩 一直到我和陆宁谈恋爱 我和陆宁在一起后 宋嘉义好几次 都和我说过 她和顾天宇的关系不一般 让我小心提防着 在陆宁和顾天宇出去的时候 宋嘉义都会让我分手 我们和好 她又会骂我是个舔狗 一来二去 我们俩就疏远了 大学毕业宋嘉义去了国外 我们渐渐没了联系 大学的时候 我全身心在陆宁身上 不怎么和班级的人玩 毕业了 也几乎都断了联系 她不知道也正常 我听完这些话 也有些愧疚 说我应该说对不起 当初要是早听你的话就好了 哎呦 我又想打自己了 当时怎么就这么恋爱呢 连好哥们的劝告都不听 宋嘉义拍了拍我 都过去了 你现在也忘了她 挺好的 我点点头 是啊 我和她没结婚 还不算太迟 还好老天待我不薄 一次失忆 让我彻底和陆宁断绝关系 直 宋嘉义看我真的放下了 也就没有再提她 听我爸说你打算重新开个工作室 你需要多少钱 我可以入股 我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对于宋嘉义这个富二代朋友 一点也不客气 快速地爆出了自己现在还需要的钱 宋嘉义甚至都没有思考 没问题 我明天打给你 我一阵感动 还得是真朋友 晚上 我接到了陆宁的电话 陆宇然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居然还让宋嘉义在同学面前 宣扬我和顾天宇的事情 现在他们都在背地里骂我 你满意了吧 莫名其妙 我什么时候让宋嘉义说这事了 再说 要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别做这件事啊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透风的墙呢 我还没说完 陆宁又纷纷地骂道 你不说话是心虚了吧 现在宋嘉破产 你和妈养尊处又惯了 能坚持多久 最后还不是要我接济 你再闹我就不管你们了 哎呦我可求求了 千万别管我们 我的声音里隐藏不住的开心 那太好了 你不是也找到亲生父母了吗 找机会把户口从我家迁走吧 那边沉默了一会 随即传来陆宁的怒喊 陆宇然你别太过分 神经病吧 我不是顺着她的话说的吗 不是大姐 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实在懒得再和她废话了 撂下这句就直接挂了电话 有了宋嘉义的帮助 我的工作室很快走上了正轨 第一个月就有了盈利 虽然不算多 但这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 让我有了继续的自信 这天我正和甲方谈完项目准备回家 却被宋嘉义的车拦了去路 我上次跟你说的同学聚会 你还记得吗 我摆了摆手 我和他们都多久没联系了 不去了吧 宋嘉义笑了笑 你真不去 我才知道今天江可颖也会去哦 我有些疑惑 江可颖 他不是嫁人后就没联系过同学了吗 江可颖是我们那届当之无愧的笑话 无论是学习 样貌 性格还是家事 他都遥遥领先 只不过当时我一心都在路宁身上 他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说的 宋嘉义择了一声 你这从奶厅的谣言 人家根本就没结婚 他毕业后出国深造后就一直在国外 那个画家Victory你知道吧 就是他 我呕了一声 没再说话 Victory很出名 我之前的家里还有她的真迹 但我没有想到她就是江可颖 宋嘉义问 你就不好奇当年的女神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 说真的 不好奇是假的 毕竟当年江可颖实在是太出名了 出名到我 即使不和大学同学联系 也偶尔能听到她的事情 我还没决定去不去 就被宋嘉义拉上了车 她一踩油门 将车开到了同学聚会订的餐厅门口 这次同学聚会是宋嘉义组织的 这餐厅也是她家的 现在已经被包场了 我和宋嘉义走进餐厅 已经到场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欢呼 一是因为这次是宋嘉义组织的 二是因为我确实不常和同学交往 现在忽然出现了 他们在起哄 宋嘉义搂着我走到最中间 环顾了一圈问 咱们同学都到齐了吗 很明显没有 江可迎还没有来 咱们江女神还没来呢 说起来还得是宋少 一下把江女神和陆少都带过来了 陆家这是闹得太大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他们自理行间的陆少 多半是在阴阳怪气 只不过我和他们以后不可能有联系 我没有放在心上的必要 陆少 怎么我没看见陆宁和顾天宇呢 一个同学提起这事 剩下的人瞬间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宋嘉义喊了我 自然就不可能邀请那两个人来 只是正当我刚想说话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宋嘉义你什么意思 开同学会不喊我和天宇吗 是陆宁的声音 他这一声让所有人都回过了头 我也回过了头 看着他们两个人并肩走了过来 陆宁看到了我 脸上有些惊喜 忙走到我身边 阿然 你是特意为了我来这个同学会的吗 我有些无语 人宋嘉义都没邀请你 我怎么知道你会舔着脸来 顾天宇站在身后 看到陆宁见到我就忘了他 连忙咳嗽了好几声 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宋嘉义看到顾天宇这样 假装苦口婆心地说道 天宇呀 你身体药还是不好 就回去休息吧 不然你还要麻烦大家照顾你不是 顾天宇听到这话 脸色更不好了 但是陆宁似乎没有注意到 还在等着我说话 在他的注视里 我缓缓开口 我们认识吗 再说了 嘉义似乎都没有邀请你们吧 我丝毫没有给他们面子 用平静的语气说了出来 我的这句话掀起了一片波澜 周围都开始窃窃私语地讨论起来 陆宁有些难堪 陆宇然 你还在说气话吗 我都已经向你道歉了 为什么你还要揪着不放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要这样任性好吗 我实在不想和陆宁白费口舌 只是说道 我没有说气话 我说的是实话 宋嘉义在一边帮腔着 说的要比我难听许多 就是啊 你不是总说顾天宇只有你了吗 现在宇然退出 你们俩就好好地在一起 不要祸害别人了 陆宁听到宋嘉义的嘲讽红了眼眶 语气也软了几分 像是在示弱 安然 你别生气了 我和天宇真的没有什么 过些时候 我们就把丁婚宴补上好吗 顾天宇听到陆宁的话 脸上瞬间黑了几分 但是他很快便恢复了平常 那副委屈的模样 看着我道 是啊 安然哥 我和小宁真的只是朋友 你要怪就怪我吧 不要怪小宁了 我看着他们两个人 感觉有点好笑 他们在这场双簧呢 怪不得这两人能在一起 都脑子沾点毛病 我实在不想继续废话 抬高了音量 带着些怒气 你和陆宁什么关系 我还真不关心 而且我不会怪你们俩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谁会在意两个陌生人呢 我的话让陆宁有些崩溃 眼面哭泣了几声 但似乎又想到了 现在是同学会 他咬了咬嘴唇放行话 好 陆宇然 有本事你就一辈子 都假装不认识我 以后也别来找我 我和顾天宇 怎么样都和你没关系 说完 他便拉着顾天宇跑了 我看着他们俩离开的背影 呼了一口气 和这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 连空气都被污染溢 陆宁和顾天宇 刚刚打开了餐厅的门准备出去 外面就走进来一个漂亮女人 他们三个人撞了一下 陆宁瞪了女人 一眼跑开了 而女人自始至终都很从容 只是拍了拍身上的褶皱 随后走到了我们面前 笑着问 抱歉 我来晚了 我是错过什么了吗 是江可莹 江可莹和陆宁 当年都是学校女神级别的人物 但是在各大投票当中 江可莹总是第一 虽然已经过了几年 但是江可莹现在没有变什么样 和大学的时候一样 一样好看 一样耀眼 宋嘉义看着江可莹 缓解着气氛笑笑道 江女神 你可迟到了很久 得自罚 同学们也起哄 自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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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可莹在一声声起哄中 红了脸颊 不好意思 我有些酒精过敏 我就坐在江可莹的旁边 举起自己酒杯 为她解围道 老宋你就别起哄江小姐了 我替她喝了吧 江可莹朝我头来了一个感恩的视线 谢谢 为江女神解围 其实我也很开心 吃过饭后 宋嘉义提议去她的别墅开派对 我忙了一天 现在也有些累了 便没有跟去 江可莹也和宋嘉义说 明天还有工作 就不去了 宋嘉义看着我们俩 眼睛一转 拍了拍我的肩膀 阿然 你把江女神送回家吧 这么晚的不安全 说完 她朝我眨眨眼睛 跳着跑开了 我似乎都能听到她想说的话 哥们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但是宋嘉义望我喝了酒 自己的车都开不了 怎么送人家回去 我看着江可莹 有些抱歉的说道 抱歉 我喝了酒 江可莹的声音 还是那样温柔 没关系 我家就在附近 你陪我走一会吧 我有些意外 但还是答应了 毕竟这是个 不可多得的机会 一路上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有些尴尬 正当我想找个话题 打破这个尴尬的时候 江可莹开了口 陆宇然 你还记得我吗 我敢忙道 当然记得了 江女神谁敢忘记 江可莹摇摇头 不是 我们打过一次辩论赛 那次比赛我输了 听到江可莹这句话 我倒还真想起来了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我和江可莹 在竞争学院辩论队的队长名额 那是我第一次输 不过后来 你因为陆宁让你退队 就退出了辩论赛 我简陋当了队长 原来我以前为了陆宁 放弃过这么多事 我这么喜欢辩论 靠自己拿到了 笑辩论队队长的位置 可是却因为陆宁那一句话 就轻易退队了 呸 恋爱脑 我在心里骂了以前的自己 江可莹见我没有说话 试探性地问道 我刚刚看到陆宁了 你们现在 我解释道 现在我已经和陆宁没有关系了 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换事了 我居然看见江可莹 呼了一口气 江可莹说 其实我后来好几次 想要和你再比一次 但是总觉得 你因为陆宁对辩论不太感兴趣了 所以就没有打扰你 我恨不得穿越回过去 打自己一下 陆宁有什么好 居然会让以前的我 对他这样死心塌地 我有些无奈 我现在也很后悔 江可莹见我现在情绪不高 没有再提这件事 而是换了的话题 对了 我家里有一副随笔 你要是不嫌弃我 把它送给你 就当我答谢你 替我解围 又送我回家了 我有些欣喜 大名鼎鼎的 Vicar Tori的画作 我怎么会嫌弃 江可莹有些不好意思 没有说话 忽然间 我们俩的面前 窜出一个人影 那个人伸出了手 想要推江可莹 幸好我反应快 伸出守护下的江可莹 我有些生气 看着来人怒道 陆宁 你在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陆宁怎么知道 我和江可莹在这里 但是她这样 实在是有些过分 听到我为了维护 江可莹吼了她 陆宁的眼眶 瞬间红了 她抽气着 安然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刚刚已经和顾天宇 说清楚了 以后我不会再和她 纠缠在一起了 说着 她试图想要来握的手 可是我却一把甩开 像是当初在葬礼上 她甩开我的手一样 我不想和陆宁 继续掰扯下去 伸出手 抓住了江可莹的手腕 就想要带她离开 可是陆宁却跑了几步 追到了我们的面前 她恶狠狠地看着江可莹 喊道 江可莹 当初在学校 你就和我争第一 现在还要抢我的男朋友吗 江可莹笑了一声 你在想什么 现在我才是她的正派女友 陆小姐 请你不要再纠缠 我的男朋友 我听到江可莹的话 有一些愣住 但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她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打消陆宁对我的纠缠 和我演一出戏而已 江可莹 你别太过分 陆宁说着就想要抬起手去抓江可莹 我抬起手抓住了陆宁的手 厌恶地看着她 陆宁 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想认识你 我不管我们以前怎样 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样纠缠只会让我觉得厌烦 陆宁的身体有些颤抖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骗我的对吧 我的眼神有些冰冷 陆小姐 你真的很烦 很惹人厌恶 陆宁像是一下没了力气 腿一软跌坐在了地上 你真的忘记我 忘记我们曾经的一切了吗 我没有回答陆宁的话 只是牵起江可莹的手 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陆宁远了一点 我才放开江可莹的手 不好意思 刚刚有点冒犯了 江可莹摇了摇头 没关系 毕竟也是我先说出那句话的 要说冒犯也是我先 我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不让陆宁纠缠我 谁对我好 我是知道的 那天之后 我和江可莹的联系更加密切 或是我下班之后 去她的工作室找她 或是她结束创作后来 我的工作室底下等我 总之 只要我们有空 下班后都是要见面一起吃饭的 我们俩都是艺术生 周末就去看看画展吃吃饭 像是情侣一样约会 陆宁倒是很久没在纠缠我了 久到我都快把这个人给忘了 直到这天 我们刚吃完饭 从餐厅里走了出来 却正好撞见了陆宁 陆宁看见我们俩在一起 冲到我们面前吼道 陆宇然 你真的这个女人在一起了 你们怎么能在一起 我才是你的女朋友啊 我将江可颖护到了身后 看着陆宁美好气地说道 你是不是有意想症 都跟你说了 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别烦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真讨厌 陆宁像是受了刺激尖叫了一声 阿然 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那么爱我 我也是爱你的呀 听到陆宁说爱我 我简直恶心地想吐 虽然我没有了记忆 但是这些日子 听身边的人提起我和陆宁以前的事情 怎么也不像爱我 如果爱我 会在我生病的时候 丢下我和顾天宇回老家吗 如果爱我 会听顾天宇的诬陷 对我破口大骂吗 如果爱我 会忘记我的生日 和顾天宇出去玩吗 陆宁说爱我 简直像一个笑话 陆宁 我现在的女朋友是江可颖 我很爱她 你连她的一个手指都比不上 说完 我牵起江可颖的手 没有再看陆宁一眼 静止地走了出去 我们漫无目的地牵着手 在城市里漫步 忽然间 天空下起了雪 江可颖停下了脚步 松开了牵着我的手 我回头看她 发现江可颖的眼睛 亮晶晶的 很好看 江可颖看着我 陆宇然 我想假戏真做了 你说我是你女朋友这句话 还做数吗 我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你知道吗 其实我刚刚说了一句 已经想说很久的话 江可颖问 哪句话 我重新牵起江可颖的手 我很爱你 江可颖的脸上 因为在雪天有些红彤彤的 特别可爱 我没忍住 在她的脸颊上落下一吻 我和江可颖确定了关系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